今天要测试的是AMD最新的APU Ryzen 5700G和5600G 它们的CPU部分升级到了最新的Zen3架构 但是GPU部分还是我们熟悉的GCN架构的VegaB的弦 不出意外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代GCN了 那么这个GCN的绝唱到底是什么性能呢? 它值不值得我们考虑购买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测试一下 其实Zen3的APU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之前只是提供给了OEM 一直没有在零售渠道上正式发布 现在总算是正式推出了 其中5700G是8核16线程 5600G是6核12线程 两者都更新到了Zen3架构 但是比起桌面端的5800X和5600X 这两颗APU的规格其实是更接近笔记本的5800H和5600H 因为5700G的三环和笔记本一样是阉割了一半的 16M的L3并不是完整的规格 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为了给核显让出空间来了 对吧? 这两颗新的APU依然是配备了VEGA核显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GCN架构 这么久了都没有换新的RDNA2架构 肯定是稍微让人失望吧? 但是在进入DDR5时代之前 现有的内存带宽恐怕是不足以支持新架构核显的 所以说再撑一年吧 首先由于这两颗APU的制造工艺比较先进 都是最新版本的台积电7nm 所以核显的频率也可以跑得非常高 5700G的核显 墨屏就跑上2G盒子了 这个在老工艺的GCN独显上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更不用说超完屏之后 这个待会就知道了 进入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测试平台好了 咱们这次用的主板是微星的B550M Mortar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迫击炮 这次我没有用很高端的板子 而是用了一块性价比主板 但是这个板子的超频潜力一样是很大了 到了超内存的时候也会有不小的惊喜 可以期待一下 散热器我们用了盒装CPU送的原装散热器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这次原装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铝底散热器 不是那个高端的幽灵 所以温度方面也就不要抱什么期待了 内存用的是影驰名堂的16G B代的条子 我们先定在3600C16来跑一下 首先一开始 我们先测试了一下CPU的理论性能 Citybench R23 Citybench R23 这颗5700G跑出了单核1505 多核14082的成绩 还不错吧 这个多核成绩已经要比笔记本上的5900HX都要高了 从频率上讲 其实5700G和5900HX不分伯仲 定的差不多 但台式机确实有功耗和散热方面的优势 也是情理之中吧 5600G单核1446多核10576要稍微逊于5700G 不过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对于APU来说CPU的多核性能并不是很重要 GPU部分才比较重要 毕竟组APU平台显然不是为了那些重负载的专业软件的 但是在现代这个特殊时期 又有很多人买APU是为了等显卡降价 为了过度用的 所以核显性能就显得挺重要的了 索性5600G的核显和5700G 这两个核显上其实没什么区别的 Time Spy的分数 一个是1300多 一个是1400多 两者都是要比11代的桌面核显超安屏还要高的成绩 不过要想和笔记本上那个完整规格的XE核显比 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毕竟8CU的规格还是稍微小了一点 现在这个APU的核显大概是性能相当于750Ti的水平吧 那么这个搭载了末代GTN架构的核显的APU 到底实际玩游戏能玩点啥呢? 我们找了几款热门游戏来测试一下5700G 首先就是我们的老朋友CSGO CSGO对于CPU和内存的性能一向有比较高的要求 但是对于这种入门平台来说 恐怕显卡性能才是最大的问题吧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1080P最低画质 跑CSGO平均能跑到193帧 风烟的时候卡顿还是比较明显的 毕竟GPU的性能很有限嘛 但是其他情况下都还不错 挺流畅的 考虑到这是一个核显平台 这个CSGO我觉得算是合格吧 第二个游戏的游戏是Dota 2 在1080P中低特效下 5700G可以跑到平均接近100帧的帧率 激烈的团战中会掉到70-80帧 对于核显来说还算不错吧 但要我选的话 我是不会开这个中画质的 因为Dota 2这个游戏已经支持FSR了嘛 所以说我们可以开个90%的FSR 然后我们就有多余的性能 可以跑到最高画质了 这样的话游戏观感会更上一层楼吧 但是性能上其实激烈的时候也能跑到60多帧 另一个很受欢迎的竞技游戏就是Apex Legends Apex对于现在的PC硬件来说 就没有像CS和Dota那么仁慈了 这游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就算我们开到1080P的最低特效 这颗5700G也没办法全程跑足60帧 跳伞阶段能跑到20多帧 而在后面的游戏阶段 大多数时候也只能跑到50多帧 我并不认为这颗核显默评可以唱完Apex 这个体验是比较糟糕的 不过另外一个很多人玩的大作GTA5 反倒是比较好对付 在这颗核显上面 开1080P低画质也可以取得890帧的帧率 中高画质下60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也是再次证明了GTA5教科书一般的优化 考虑到我们这次测的是核显 所以我们也加入了原神的测试 还是在离乐岗晚上跑图 很熟悉的场景了 虽然我们用的是1080P的低特效 但PC版的画质依然是要好于移动版本的高特效的 但这种情况下 5700G似乎已经不能完全保持60帧 流畅运行了 通常可以保持60帧 但是负载稍微高一点帧数就会掉到50多帧 还是差点意思 想要流畅玩的话就只能降低分辨率 或者是超频了 除了这些网游之外 我们当然也要测一下最新的3A大作了 首先是一个优化非常好的新作 生化维基8 虽然生化维基8优化很好 但是毕竟咱们用的是核显 性能太过有限了 想要满足生化维基8的需求还是有点困难的 1080P低特效 我们5700G可以勉强跑到30帧左右的帧率 压力大时会掉到26帧 对于一款低人称的游戏来说 我觉得这个体验显然不怎么样 好在生化维基8这个游戏也已经支持了FSR技术 我们如果开启最高性能的FSR 游戏可以跑到50多帧的帧率 室内或许能够蹦到60多帧吧 不过这个时候画面就要模糊很多了 所以只能说勉强能玩吧 同样大表哥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一个游戏 1080P最低特效 这颗核显也只能跑到平均26帧 显然想要玩的流畅一点就只能降低分辨率了 最后我们也试了一下最难的一个挑战 就是赛博朋克2077 大家都懂的 1080P最低特效 大概是能跑到20帧出头的这样一个水平 其实已经比我预期的好很多了 但是显然离能玩还有很远的距离 要想流畅的运行 不说流畅的 勉强能跑到2077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开动态分辨率 对吧 然后把帧数锁在30帧 这样的话游戏体验就会好很多 虽然稍微有点模糊吧 但是这毕竟是和弦嘛 能玩就已经不错了 另外我们也试着考虑一下机 这个原装散热器确实有点不理想 570G在FPU单烤10分钟之后 温度已经来到了80多度了 这个时候甚至频率都不是很高 只有不到4GHz吧 所以要高负载用的话 我觉得还是找一个4热管以上的散热器比较好 但是好在GPU的发热不大 如果只是单烤GPU 这颗Vega8只会消耗25W左右的功耗 GPU满载温度 也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 所以游戏的温度和功耗其实还行 关于这代APU 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惊喜的 可能也是部分归功于主板吧 就是它的超频能力 确实不错 我们内存默认是3600跑的 但是APU的内存控制器 是远远不止这点潜力 这前几代AU的FCLK就顶到2000天了 内存超上4000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可是这代APU 我们尝试了在这一块微星的B550M Mortar上 超了一下内存 实测FCLK可以超到2300M以上 也就是内存超到4600M以上的频率 这个很吓人了 为了更好的持续 我们最终设定在了4533M C15的这样一个变态的设定下 FCLK2267 不分屏的4533M C15内存 这个居然在一颗Ryzen上跑起来了 有点难以置信 把内存超到这么激进的设定之后 ID64的内存缓存测试成绩也变得非常离谱了 在这么低的延迟 48大秒的延迟 这个以前我只在英特尔平台上见过 现在你的AMD平台 APU也可以实现了 超频内存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就是核显了 光是把内存从3600MHz超到4533C16 Timespy的图形分就提升了200多分 来到了1658分 已经干掉了i7 1165G7上的XE核显了 对于这个提升我还是不够满足 那咱们的GPU频率还是2GHz 所以说我又进到了BIOS里 把GPU的核心从2GHz超到了2.5GHz 是的 你没听错 GCN架构2.5GHz 这个全部都得益于新工艺 看来这个RDNA2的巨大的频率提升也不是空鞋来风的 主要还是感谢台积电的助攻 这次在我们内存和GPU双超之后 这个Timespy的图形分就来到了1869分 咱们这个末屏才1400多分吧 总共提升了31% 这个超频能力相当不错了 超完屏之后 CSGO的帧数从193帧飙升到251帧 进步巨大 现在咱们玩CSGO已经非常流畅了 与此同时 原神也终于可以全程保持60帧 完全流畅地运行在低画质1080P的设定下了 而赛博朋克2077更是从20帧出头的帧率飙升到了接近30帧 就算不降分辨率 一样可以勉强跑动1080P低特效了 这个超频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就是搭配独显的性能 毕竟有不少玩家买 APU是拿来过度用的 未来某一天也会考虑买一张独显插上来用 在这个方面APU就比较菜了 同样是搭配3090 5700G在CSGO中的表现就要比5800X逊色不少 很显然砍了一半的三环 对于发烧游戏玩家来说损失还是挺大的 要是你未来有用独显的打算的话 我还是不推荐你买APU了 最后就要聊到价格了 5700G的官方价格是2599 5600G是1899 首发价格看起来有点贵 但是AND的首发虚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觉得这个里面等5600G价格能够降下来的话 还是值得考虑的 装一个超迷你的ITX很合适 5700G我觉得就不推荐了 毕竟APU的话CPU多两个核超两个核 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你不是要装ITX或者未来升级显卡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去选这一代的APU了 大不了5600X加个亮机卡会是更好的选择吧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本期节目或者你觉得有用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很多好看的东西后面都会带给大家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